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 很兴奋 我能够代表公司跟大家在这里的分享 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人生中 行行秘密都在找一个机会 但是在人生的过程中 跌跌撞撞在这人生 都在同样追求一个目标 就是更好的生活 成为更经济自由 然后独立 在30年前 我跟大家一样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参加了一间直销公司 当时的讲师讲了一句话打动我 也因为这句话让我走入直销这行业 没有回头路的一个行业 因为他说如果你看懂直销 你去了解直销 以后呢 你就能够睡觉睡到自然醒 然后花钱花到手抽筋啊 但是呢 我们也发觉到 很多人大陆直销这行业 并不是他想象中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很多人呢 在直销界也成功 但是有更多的人呢 在直销界失败了 那么在这30年里面呢 我累积了三个重点 在座的朋友 人生中最主要的 不是你多厉害或者你多强 假设说今天你是一个打工仔 你再怎么努力 你还不是一个月那几千块的收入 马云再厉害把他丢到一个工作的平台 他也只不过那几千块的收入 但是呢 他选择了不一样的平台 所以我总结中 人生中呢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你要找对机会 找对平台 所以机会呢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平台 所以 如果你找不对的平台的话 你再怎么的努力 你再怎么的付出 都是白付出 白努力 我记得 在五年前我建筑爱多美的时候呢 就因为大妈 来自韩国的大妈 这个大妈呢 中文不会讲 英文也不会讲 只会讲韩文 但是她很兴奋 她讲了三个小时 没有一句话我听得懂 但是最后呢 我问她一个问题 你做了多久 你可以告诉我 你现在的收入多少钱吗 你不要用讲的 打开你的电脑给我看 因为我不听直销人讲话 直销人很多都是夸大的 但是呢 她一打开电脑 她告诉我 她没有做过直销 她是第一次做直销 而且呢 她做了四年 打开电脑一看 韩国数目值很多零 然后我把它变一变 变成马币 那一个月她赚180多千马币 四年 一个韩国大妈 就因为这一点呢 让我当天晚上回到酒店里面 整个晚上我睡不着觉 因为我认为 我自认为我比她强太多了 我会讲 包括方言八种语言 而且她给我看了一张列 接下来要看东南亚的所有的国家 每一个东南亚的国家我都有人脉 你说她能够赚180多千 你说我来做 我是不是比她做得更好 也因为这样呢 我决定要做爱多美 那这个大妈呢 她不是厉害哦 她就是因为选中 选对的平台 那我告诉你呢 这个大妈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Empire Master 金连肃 九年后的今天 他成为第四个尊王大师 所以十一月去到韩国的人呢 就能够跟她一起拍照 见证这里死心的一刻 所以平台是非常重要的 在座的朋友 如果你在人生中寻寻觅觅 找不到更好的平台 你不需要再找了 因为爱多美是最好的一个平台了 那么 选择自教公司 是非常重要的 就好比一个女人嫁老公是一样的 嫁老公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咯 男人怕入错行 你人怕嫁错郎 对不对 所以 选择项目 选择平台 你必须要有智慧 靠你的智慧去选择对的 什么平台啥是最好的 在座的朋友 在马来西亚有牌照的直销公司 上千家 到底我们要怎么讲 怎么选择才是对的 第一 你要选择平台 选择对的直销公司 第一 就是产品 因为一家公司的产品呢 能不能够让你细水长流的话呢 那这家公司你不要做 我告诉你呢 外面有很多直销公司呢 是因为 看到好产品 它就带你进来 对不对 然后没有办法控制成本 然后想起价就起价 然后搞了两个产品 一个产品 三个产品 就成立一家直销公司了 在座的朋友 我想问你 有没有听过很多直销公司的老大 在台上告诉你 他的产品多么好多么好 对不对 但是呢 当这个人离开那家公司的话 他不会再买来用的 那为什么不再买来用呢 因为产品太贵了 暴利啊 外面的产品都是暴利的 但是如果一个产品很好 价格很贵 请问在座你们会一直买来用吗 不可能买来用对不对 因为产品没有物超所值 然后第二 产品的数量不多 卖来卖去都是那两三种 没有新鲜感 我们人呢 每天在追求新鲜感啊 对不对 以前我做一家公司 卖来卖去还是卖 卖了十年还是在卖那个产品 讲到累啊 你懂吗 对不对 那市场又不广 外面有一些支架公司 也没有听过一家支架公司 卖卖卫生棉的 有没有 在座的朋友 在座的女人们 请问卫生棉的市场大不大 大对不对 来我来看一下 看多大 请问男人用不用卫生棉 男人不用对不对 所以男人在一半女人在一半 去了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请问女人在用的话 一个月用几天 去去那几天吧 对不对 所以 你说她市场很大吗 那么请问女人 老女人需不需要用 小女生要不要用 那市场多大 就那么大 但是已经有人在那种平台也赚到钱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爱多美的产品 多样化 从大人 从小孩 从累衣食住行 我们都有 这样的公司 这样的平台 这样的产品 那你不做 你还选什么公司呢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爱多美的产品多样化 多样化到让你每个月期待新鲜感 再做了 你想一下 如果三年后 五年后 你左期有两万人 右期有两万人 你团队有四万人 只要有20%的人 每一个月期待公司出新产品 爱多美每来每一个月都有三整到五整工と思います 所以这20%的人坐在电脑抢新产品的话 你看一下那个业绩就会稳 就会细水长流 所以在爱多美呢 你的收入会非常的稳 然后呢能够拿三辈子 这个就是爱多美 然后我们老板告诉我们 我们的产品不是目前的产品 我们准备多少产品你知道吗 我们要准备5万种产品 在韩国领袖会议的时候 我们的老板告诉我们 我们准备5万种产品 你想一下10年后20年30年后 爱多美的平台有5万种产品 你想一下那个时候什么概念啊 睡觉都会笑啊 对吧 所以你看 所以这个就是爱多美 所以产品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另外一点呢 我们也知道 爱多美的产品呢 价格合不合理 合理 合理到有时你觉得很大问题 我去中国碰到一个问题 爱多美产品很大问题 你知道吗 这样便宜可以用吗 这个就是便宜到人家不敢相信 那没关系 你拿去用一用 一用的话我告诉你呢 没有人想不用啦 你一辈子你离开不了爱多美啦 所以不怕你不用 你一用你就一辈子离开不了 那这个就是爱多美的产品的厉害啦 对吧 所以产品厉害 那么接下来呢 要赚钱 对吧 外面有很多直销公司的老板 为了赚钱成立直销公司 你说如果我是那家公司老板 我成立一家直销公司 我选择的一个产品呢 一定是市场有人接受的 然后呢 先为我考虑先赚钱 所以价格定高高 那制度很简单 要开直销公司太简单了 找了几个产品 写了一个制度 那就可以成立啦 那么我问你 如果我是老板 我要成立在直销公司 我写了一个制度 你说我是为我考量还是为你们先考量 外面的直销公司 我告诉你 他们所写的制度 一定是为自己考量的 我赚钱才让你们赚 对不对 这个外面的直销公司 一般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一般的直销公司呢 制度呢 走不远 为什么走不远 因为抄来抄去 来我问你一下 你们认为爱多美的制度好不好 好 我再问你们一下 你说爱多美制度好 好在哪里 好在哪里 不用钱 不用缅甸 不用短货 还有什么好处 国际连线 都是很好的对不对 都是让我们很幸福对不对 信不幸福这样都没 我告诉你什么人最幸福 只有死人是最幸福的 如果你问我爱多美的制度好不好 我可以告诉你呢 全世界没有最好的制度 因为制度可以抄来抄去的 有人抄我们爱多美的制度吗 有 中国就有家公司抄我们的制度了 对不对 你30万碰我给你20万碰 你看我的多方便 你看多好多简单 他说他比我好 所以全世界没有最好的制度 比来比去比不完 那如果你问我的话 爱多美的制度好不好 我跟你讲非常好 为什么非常好 因为呢 爱多美的制度呢 能够让你赚钱 只要能够让你赚钱的制度 就是最好的制度 认同吗 那为什么爱多美的制度 能够赚钱呢 我再好的制度 没有PV 你乘上来还是0 但是爱多美的制度 会自然的产生业绩 自动的产生业绩 在5年前 Sandy跟我讲 爱多美的峰顶 左期五千万 右期五千万 我听了五千万 我说你启笑 你们买到四万 五千万 五千万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也有同感的 但是我还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我的大期啊 每一天五千万 我的小期呢 每一天千多万 如果印尼开了之后 中国开的时候 你说我的小期会不会五千万 肯定五千万的 对不对 所以爱多美的制度呢 能够让你赚钱 因为爱多美呢 它就好比一个 一条链 它每个环节要扣得很好 产品跟制度呢 要扣得很好 如果脱节 给你该再高的百分比呢 乘上来没有业绩 没有PV 你还是零 你还是赚不到钱 所以只要时间 你用心去经营它 三年到五年 时间到 我告诉你呢 你真正能够 失控的收入 你知道吗 很多人问我 Mr. John 你到底赚多少钱 我说我赚多少钱 跟你有关系吗 我也不会给你用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可以告诉你呢 我现在花钱不用考虑了 我的收入呢 对我来讲呢 对我来讲呢 已经是失控的收入了 不用去担忧钱的问题了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吧 所以我刚刚又买了一台新车 很多人问我 你都一辆车 你都驾不来 你还要买这么多车干嘛 我告诉他 有钱人就是什么车都要有了 我接下来 我还买一辆什么车 两个门的跑车 如果这个老头驾跑车出来 你看多威风啊 对不对 年轻人驾跑车不奇怪 五六十岁的人驾跑车出来 那才叫威风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去怀疑 爱多美的制度能不能赚钱 你只要去付出 去努力他一段时间 我告诉你呢 有一天你也会自动失控的收入 因为我们的第一个 尊王大师 告诉我们 他今天已经最高顶峰了 已经没有位置 在爱多美的制度已经没有了 你也没有 他也没有再爬上去 所以他告诉你 我们呢 我只能够在这里等你们一起来 这个就是爱多美 反正时间 有一首歌这么唱 总有一天等到你 所以总有一天你也会得到的 所以你不要去怀疑 制度能不能赚钱 已经很多人证明了 前面很多人证明了 我们也知道 我们爱多美呢 是免费注册的 对吧 但是免费注册可以找很多人 对不对 推荐很多人 但是没有业绩了 对不对 但是没关系 反正免费的你就加入嘛 今天你不做没关系 三年前四年前我推荐了很多人 排了一串沙爹很长 没有动也没有做 没关系 只要他每一年有免费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呢 碰到现在呢 只要你一直不断的坐下去 搞不好有一天你推荐了一个 印尼的主持挂在下面的话 印尼的主持大坐 你说他会受得了吗 那时他会看到啊 为什么我的主持跑那么多人出来 那我能够赚到钱 我说你没钱赚 因为你看到钱用不到钱 你要赚到钱 你要用到钱可以 很简单 你的小期赶快去启动 所以很多人两年后三年后四年后才启动 没关系 所以免费有免费的好处 对吧 签一个 推签一个 签十个 签一百个 杀一百个 有杀做不放过 这个就是爱多美的好处 对吧 所以呢 没有连费 在座的朋友 爱多美的老板呢 他真的很有大爱 爱多美目前呢 有一千多万的会员 外面有很多支交公司加入会员要不要钱 要钱 如果爱多美不要拿多的话 拿十块钱美金的会员费啊 老板呢 一千多万乘十块钱美金 你去算一下 他就拿了好几十亿啦 那还要做什么爱多美呢 那更厉害的就是 保持免电 的那个钱 对不对 每一年呢 如果再跟你收十块钱美金 你问你们要不要给 要给 每个人在给十块 你现在千多万的人啊 马来西亚 全世界在给一十块钱的话 那你想一下老板呢 当然赚这个钱就赚疯了 但这个钱老板有没有赚 没有赚 他能不能赚 他可以赚这笔钱 但是他不要赚啊 这个就是老板的大爱啊 讲到做到啊 拿向外面的公司先赚一笔 对吧 然后呢 告诉你呢 一个人开三个户口 开七个户口 开十一个户口 一个户口五千块 十一个就五万五金户贷 老板先赚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跟外面的制度 很大的区别 OK 然后呢 没有墙壁重销 没有避拟 我记得五年前 那时没有外国人去韩国 我是第一个team去韩国的人 我可以跟我们的董事长 一对一的交流 甚至他还招待我们 到酒店里去吃饭 我第一个问题就问他 我说你的制度没有重复消费 请问你的业绩从哪里来 他第一个回答我 他说只要一家直销公司 制度要买货 制度有重销 就是那家公司呢 他对他的产品没有信心 他才需要写出一个游戏规则 来强迫你消费 并你消费 认同吗 我爱多美 对我的产品非常地有信心 所以我不需要任何的条件 让你们想要什么再来买什么 不需要你不要买 不要浪费钱 这个就是我们的朴会长 所以爱多美的这家公司呢 真的真的是倚重不同的一家公司 然后呢 没有消费没有配套 所以这家公司呢 真的是我找了30年都找不到啦 对不对 那一般讲公司呢 都是从公司产品制度讲 对不对 因为今天我的主题是讲公司 所以我是从产品制度带回公司 一家公司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如果你选错公司的话 就等于你嫁错老公 那现在嫁错老公可以重来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选错公司 让你付出三五年再重来 那是很累很辛苦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千万不要选错 因为人生呢 没有几个五年十年的 像我这一把年纪 已经差不多要偶尹我的 对不对 没有多几个啦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在跟江老讲呢 我说你跟我的年纪是不一样 我不是要跟你比你赚多 还是我赚多 我是要跟你比呢 我能够活多多少年 我如果活多十年 我就赚多十年 我就赚得比你多啦 因为这是赚到的嘛 对不对 爱多米成立在2009年的时候 我们一家小公司 连制度 系统 连catalog 连公司连招牌都没有 如果那时Mr. Park来跟我讲爱多米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做 但是呢 他能够成功 他从一个什么都没有 变成今天一个国际化 世界国际集团 你想一下 这个人呢 不是一般的人 不是普通人 因为一家公司呢 最重要的人呢 就是谁在带团队 谁在经营 谁在做 你看我们Mr. Park 这张照片帅不帅 非常的帅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比他帅 但现在我一直看他 好像他比我帅太多了 OK 那你看 Mr. Park 从什么都没有 他凭什么 能够在爱多米成功 因为他凭一个信念 因为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念 他一定要把爱多米做起来 而且不是做起来 他要成为世界第一 我告诉你们呢 你再给我们十年二十年 爱多米 绝对是世界 No.1的资料公司 这个照片里我们看到 Mr. Park能够跟世界 这些名人在一起 在一本杂志里面 佛顺杂志呢 是世界有名的杂志 你看可以马云 包括美国总统 包括苹果的创办人 包括奥巴马 包括 Bill Gates 都在这个访谈中 在封面 那你看 Mr. Park能够进入这个封面呢 你他是一般的人吗 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 这个人呢 是我这一辈子的人生中呢 非常非常尊敬的一个人 为什么他让我尊敬他呢 因为他的头脑 装的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 很多人告诉你 直销公司是一个有爱心的直销公司 是一个大爱的公司 但是我做了三十年 我告诉你 之前的公司都是骗人的 为什么 都是讲一套做一套 那为什么讲一套做一套呢 很简单 我们附近话有一句话 他说没当罪 我们要收银 不要说当罪 我们要收银 听到吗 福建人听到吗 听到啦 OK 也就是说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那现在有名堂可以起价 他就想办法涨价了 美金价 跟差别他也涨 你懂吗 SSD取消 GSSD取消 他也没有下来 SSD占了 加了SSD他又再涨一次 对不对 外面有很多公司 我告诉你呢 改了一个包装 又涨价了 一年涨一次 三年涨三次 对不对 外面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 爱多美呢 你看 我们这九年来 从韩国我们的产品 到现在没有涨过价 没涨过价 没涨过价没关系 直销界在世界上 已经超过一百年的历史 这一百年来呢 没有一家直销公司呢 不涨价 涨PV了 对不对 爱多美是第一家 也是未来找不到的一家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老板呢 他不是因为为了赚钱而来的 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 他是因为 为了 把这家公司 带到全世界 他是因为为了 把HEMOHEM这个产品呢 这么好的产品呢 推广给全世界 因为有福气的人在享用 所以他可以从九年前 HEMOHEM三十包的包装 到现在是六十包 能不能涨价 能不能涨价 三十包到六十包 绝对可以涨价 对不对 但是我们没涨价 加量不加价 这个公司你去哪里找呢 对不对 所以我在外面碰到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告诉我 他的自销多好 多好 我说来来来比一下 如果你好的话 我adomi不做 我跟你做 如果我老过你的话 你的不要干 来跟我干 可以吗 他比下去 他一定要跟我干 因为呢 他的老板嘛 没有办法 加量不加价 而且还加PV 对不对 所以 一家公司 你要看他到底多大 不是看他的背景多强多大 是看那个老板的心胸有多大 他的格级有多大 那老板的格级心胸 你又看不到的 但是 只要你跟他接触在一起 接触了一段时间 从他的行为 从他的作风里面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真的是一个有格级的人 所以可以加量不加价 他是因为有使命的人 他是因为有一个经营理念的人 一家公司 如果没有经营理念的公司呢 你不要去跟他做 因为他想收就收 想关就关 管到你去死 我赚够了我就收档了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做了三年 又重来过 有一些人更可怜 一年又重来过 我甚至呢 做到 去敲敲门 他的儿子出来告诉我 UncleUncle 爸爸叫我出来跟你讲 他不在家 因为我上个月才跟他讲一家公司 现在又要带什么公司给他 你懂吗 所以 人家看到我们吃起来好像看到鬼一样 你懂吗 难道我们真的要做得那么可怜吗 我们是高尚大的生意 你懂吗 对不对 所以 你要找到高尚大的生意平台呢 全世界你找不到了 只有爱多美 才是真的能让你高尚大 对不对 所以理念非常的重要 OK 爱多美呢 老板也讲过 我的竞争对手呢 不是直交公司 我的竞争对手呢 是外面的hypermarket supermarket 这些才是我的竞争对手 对不对 每一个人呢 每一个人常常都会到商场去买东西 对不对 有一些人告诉我 Atomi 这么多产品 也不懂我们焦点在哪一个产品 Atomi BV那么低又赚不到钱 然后呢 我告诉你 supermarket开在你家附近 可能你一个月才去买一次 可能你三个月才去买一次 对不对 但是它倒了没有 因为你不去买 别人家会去买 每一天都有人去买 所以它每一天都有生意量 所以它越做越大 爱多美同样 你经营它三五年下去 如果你组织 跟我一样有这么大的话 我告诉你呢 你不买别人家买 所以每一天都有业绩 所以每一天五千万的封顶就是这样来了 所以很多人告诉我 五千万有业没有 没有业来我开给你看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不要去担心这个问题 时间到 业绩就出现 所以呢 我们卖的产品呢 是日常用品 它不是副产品 不是不需要你去买 在座的朋友 以前有一些支销公司卖的产品呢 你不一定要需要的哦 是因为你要玩那个游戏 避着你去买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 卖香精 那个产品不买可以吗 不用可以吗 不点那个灯可以吗 可以啊 也没有死掉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大家去买呢 因为我要玩这个游戏 在座的朋友 请问你不刷牙洗脸可以吗 不可以 我告诉你啊 如果一个违法犯法的人逃路啊 躲了一个礼拜碰到你经过的话 他都会告诉你 大哥大哥 你帮我买一点东西 什么东西 第一 牙膏 牙刷 矿泉水 泡面 对不对 请问这产品爱多美有没有在卖 有啊 连逃路的人都需要 你说我们市场大不大 太大了 大到不敢想象啊 所以这个就是爱多美嘛 OK 然后呢 日常用品呢 才能够让你细水长流 每一家公司告诉你 爱多美呢要做一百年 但是呢 有几家做到 今天呢 我们来看一下 爱多美的产品是不是能够做一百年 因为它是必需品 而且价位不高 合理的价位 每个人都消费得起 卖的产品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除非它不叫人 对不对 我常常告诉你 爱多美从小孩到老人 包括什么人都有用 知道吗 连死人都有用啊 为什么死人都有用 我们清明节的时候呢 我们的纸菜可以拿去拜拜吗 可以拜拜吗 有没有PV 泡面有没有PV 如果你在韩国还可以买水果的 对不对 临死人都有用 你说这个市场还不大吗 所以什么人都能用 这个就是爱多美嘛 对不对 所以 有业绩 有生意 才有PV 有PV就等于有收入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收入了 OK 所以 刚才我讲过 爱多美是一间有理念的公司 所以老板的口号呢 就绝对品质 绝对价格 给你最好的质量 然后最便宜的价格 我每次将比喻 五星级的质量 然后巴萨玛兰的价位 你看去哪里找 这个只有在爱多美找得到 那我们爱多美呢 这个集团现在已经很大了 不是九年前的爱多美了 今天呢 已经大到你不敢想象 然后呢 我们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化工厂 科马 科马 科马百年历史 然后全世界都有工厂 我刚刚上个两个星期 去了中国 无锡 科马工厂参观了 有没有去过韩国的科马 我告诉你 无锡的科马 大过韩国的科马 最少三倍 很大 所以你看科马呢 是世界最顶尊的一家化工工厂 所以呢 你看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是一定有瓜地的 一定有品质的 世界有很多名牌都来自科马嘛 代工的嘛 对不对 然后再配上 配上我们的原子力研究院 我们也知道原子力研究院 是韩国政府旗下的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呢 是里面有很多专家博士 每天在做研发 所以爱多美的产品呢 能够便宜就是这样 因为研发成本是别人家给的 政府给的 所以研发出来我们就拿来做 做生产 我们的HEMOIN就来自 原子力研究院 所以呢 因为他们两个的结合呢 才有我们爱多美这个品牌 爱多美呢 才能够销到全世界去 然后呢 爱多美讲究一个理念 就是顾客成功 我们就成功 在爱多美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被伤害 或是受害者的 在座的朋友 我们也知道 加入爱多美是 不用钱 请问 加入爱多美呢 我们一次都会碰到三种情况的人 第一种进来的人 不懂发生什么事 因缘无效 有没有这样的人 这种人有没有损失 他也没有损失啊 对不对 因为他也没有缴一分钱啊 第二种人是因为 喜欢花钱的人 爱产品的人 他给了一百块 他拿到等值一百块的超值的产品 去用 他有损失吗 他也没有损失 第三种人就是你跟我这种雷银的 我是很雷银我告诉你 OK 那来到爱多美 你想小赚的话你就小做 你想大赚的话你就大做 对不对 你想赚的更多的话你就想跟我一样 一直跑 对不对 全世界到处每个市场去做 每个市场去跑 然后你的收入就会相对比的提升提高 OK 所以呢 顾客成功 我们就成功 这个就是爱多美 所以刚才我讲过嘛 我们可以从小量变加量 从小平变大平 从五件组变六件组 我们也没有张价 OK 那 这套呢 就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效果非常好 OK 然后呢 生活用品呢 我们在一般都去哪里买 都去 商场买 对不对 去百货货市场买 但是呢今天 如果你懂了爱多美 你千万 千万 不要再去 商场买啦 OK 记得要买爱多美的 然后爱多美太简单了 只要用用看 听听看 然后呢 做做看 成为一个 真心的消费者 然后呢 用出产品 用出心得 去分享就可以了 我们的成功系统很简单 昨天也讲的 我们昨天 的培训里面也讲的 就是教育中心 一日研讨会 尤其成功学院 在座的朋友 你没有发现到 我们的成功学院 越办越好 成功学院 在爱多美 你要成功的话 很简单 只要你出戏成功学院 不是你自己出戏哦 你带越多人来出戏 你的成功的速度 一定会比人家快的 认同吗 所以也就是说 你既然认同的话 下一场成功学院 你要搬更多的人来 好不好 让他这里满他 爆满 好不好 像台湾 像韩国家 买不到票的 OK 我们很简单 我们的退货率也很低嘛 对吧 所以我做了5年 到我的手上 现在没有 遇过退货率啦 我不知道你们的手上 然后呢 什么时间做爱多美 是最好的timing 时机重不重要 很重要 很多人告诉我们 说叫你聪明哦 你2013年1月8号 你就开始加入爱多美 你那个timing是最好的 我告诉你 那个时间我做了3年 没有钱赚 请问有多少人做3年 没有钱赚 还在做 很多人跟着我 跟到一半已经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最好的时机吗 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就让他比我慢慢来啊 他比我强啊 比我厉害啊 对不对 所以也不一定是先做就先赢 什么时机最好 我告诉你 现在的时机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乙默契马上要推出啦 对不对 我们周遭的东南亚市场马上要启动啦 马上多两天启动印尼的市场 对不对 越南大不大 很大我刚刚回来 然后更大的市场在哪里 中国 大到你看不到摸不到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待命这个时机是最好的 如果你这两个市场你没有做到 中国也没有做到 那你以后再来的话 你的成功率不是没有 也是会有 但是没有那么高啦 没有那么 好时机啦 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最好的时机 再好的公司 讲的 多好 你没有去做 你没有去行动 有个屁用啦 对不对 很多人告诉人 你要不要成功 我要啊我要啊 我要成功喊的比我还大声 但是叫哪去做 Mr.John 你就可以啦 我说为什么你可以 因为你赚到钱 对不对 做市场 跑市场要不要花费 要啊 他讲的也没有做 你知道吗 因为我赚到钱 但是我告诉他 我就是因为要赚这个钱 所以我之前才有那么多付出 这么大的努力 我今天才有这个收入 认同吗 如果今天你要 三年后你要赚那个钱 你今天不付出 三年的后来 你还是今天的你 你还是什么都没有 两手空空 所以就算你 哪怕你去借钱来做也好 因为你知道 你在做什么 你知道未来的三年 五年后你会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 现在马上就要行动 不要去 有很多顾虑 有很多借口 借口谁没有啊 每个人都有借口 只要会讲 讲话有思想的人都会 想个借口来的 这是积极的借口 对不对 那做下去要坚持嘛 对不对 你不要告诉我 赚了三个月 六个月就要赚钱 在座的朋友 如果你在爱多美 要赚三个月 六个月赚钱的话 那你就不要来做 外面有更好的方法 去打抢更快 抢银行更快 做爱多美的没有那么快 你要赚爱多美赚钱的话 你必须要坚持 我可以坚持三年四年没有钱赚 我还坚持到现在 所以爱多美启动的时候 我告诉你呢 我好像要去选总统那天晚上 整个晚上睡不着觉 因为期待了四年 所以呢 坚持到今天 我还要坚持到什么时候 2020年 2020年当中国启动过后 那一年后呢 我就要退休了 我不管我到那时候 我是什么 什么什么拼接我不管 反正到2020年到 我就要退休了 不要再叫我做爱多美 那时候呢 我只有在大会的时候 大会的时候 会出现 会不会首罢的 然后呢 我要去做什么 我要去做我要做的工作 然后呢 我要去盖希望小节 我要去做慈善的工作了 我希望大家 能够跟我一起 去实现我人生的梦险 OK 最后呢 因为时间的关系 最后呢 这计划呢 是我的作用名 我希望呢 大家能够跟我一样 在我的Facebook 在我的微信 在我的Line 你一定会看到这十个字 观念 转个弯 前途 前途无限宽 我希望 时时刻刻 你们带着这样的观念 不管碰到任何问题 改变一个思想 改变一下思维 然后呢 你的行为行动 相对比会做改变 我们一起在爱多美的 顶峰见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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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